职场关系课 上一讲 我跟你讲了如何弄清楚领导的职业规划 这一讲 我要跟你讲的是 如何打造一种最理想的上下级关系 师徒关系 我借用了师徒这样的一个传统概念 但你一定要明白 职场上的师徒和武侠小说 或者旧时代手工艺人的师徒关系并不相同 职场师徒关系的本质 是一种现代职场上的学习型的上下级关系 从下属的角度看 这是一种对自己最有利的上下级关系 从领导的角度看 这是一种最富有远见的上下级关系 虽然这种关系健康高效 但是建立起来并不容易 这一讲我就来给你讲一讲 这种关系是如何打造的 我们先来看看 如何判断你跟领导的关系 是不是学习型的上下级关系 上下级之间 如果有学习和传授的行为出现 就可以归纳为学习型的上下级关系吗 当然不是 大多数领导都愿意教下属做事 因为怎么样 教会你好干活 别自作多情的学者 领导教了你一招 从此之后你们就成了师徒 上下级能够成为职场师徒 有三个判断标准 第一 交谈过程中 有大量的个人成长话题出现 就是领导不光教你业务 他还在教你如何做人 如何变强 第二 是领导对下属的心理安抚频率比较高 领导对下属的安抚和鼓励 在一般的上下级关系当中 也是常见的 但是当下属提及自己在职场 甚至生活上的迷茫困惑 都能够得到领导的指点安慰 那就有很大的可能性 是一种师徒关系 第三 是领导对下属出现安排前途的行为 这是和普通下属之间最大的区别 普通下属对领导而言就是工具 领导提升做走人 他不会惦记着下属的未来 如果是有师徒关系的上下级 领导就可能把你拿入他的布局和筹划 比如他会说 你在历练几年 等我回总部 让你接我现在的位置 这块的意思就是 你好好干 帮我升上去 然后我再来拉你 领导对你的成长主动提出指导 甚至安排你的进步 这就是职场的师徒关系 师徒关系比一般的上下级关系 更亲密 更牢固 上下级之间 能够从这段关系当中收获 类似于友谊和亲情的这种情感 这种关系也充满了双方彼此的自我暴露 师徒间的职场发展规划是相互透明的 可能还会共享一些人脉资源 甚至和对方的家庭成员发生往来 不过我要特别提醒你一句 自我暴露这件事是个双刃剑 它能够推动关系变紧密 但是关系一旦破裂的时候 对双方也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被师父或者徒弟背叛 比被普通的上级或者下级伤害 要痛得多 师徒关系有这么多的好处 按道理说 职场上应该到处都是师徒了 但在现实中并没有这么多 想要打造师徒关系的上下级不少 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这种关系的相处 我知道 那我们应该如何经营这种学习性的关系呢 只有分寸感最好的上下级 才可能维持长久的师徒关系 师徒一旦要反目 比普通上下级的反目要惨烈的多 有一位C同学曾经给我留言 谈到了领导和他的师徒关系 他们的关系就存在问题 他是这么说的 我的领导对我不错 我刚进这行的时候什么都不懂 都是他手把手教的带的 到现在五年了 我确实想要跳槽去别的公司 待在这儿太折磨了 领导知道我要走 又一直在留我 我两次提辞职都是他说 看在我的面子上再忍耐一下 这几年我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面应该有点数 但是我们公司的管理确实有问题 而我要去的那家公司 开出来的条件又不错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C同学的苦恼 很多人可能都遇到过 这就是师徒关系带来的人身控制问题 古代的手艺人当师父 是可以很霸气的 在出师之前 徒弟如果不听话 师父是可以打的 出师之后 如果师父要控诉徒弟不孝顺 徒弟也会被同行指责 没办法做人 但是今天职场上的师徒关系 完全不同 现代公司的结构复杂 人也更多 师父未必是这个企业的所有者 所以你的徒弟 他不是依附于你 而是受雇于这个公司 所以现代职场的师徒 说到底是一个经验传承和分享的 利益联盟 是一个文道有先后的平等结构 我们来看看C和领导的这段师徒关系 师父有三个问题 第一是不平等的结构 C因为师父手把手教的他 在这段关系中注入了恩情 恩情是一种不平等条约 现在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可以离职的 沉重的感情债会让一个双边关系 很快的走向崩溃 第二个问题是 挽留不如相送 C的师父其实不是公司的所有者 他只是一个管理层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C的实力增长有了更好的机会 领导要么就给C升职 加薪水配资源 让C能够留下大干一场 要不然就把C开开心心的放走 虽然离开了公司 但是多几个C这样的弟子 领导也能够在这个行业中保持影响力 这种姿态我管他叫职场放生 这种放生的行为 下属可能会记一辈子 但是当你作为领导 用自己的面子和交情 去为公司挽留C的时候 这是在什么 用自己的资源和另外一个公司来对抗 这是非常不明智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 不要口出恶语 C的师父说的这句话 我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面应该有点数 这种表达是什么 这就是一种道德和感情的绑架 亲爹妈说出这样的话 都会伤害亲子关系 何况你只是师父 他只是徒弟 在师父关系当中 徒弟也不能怕累 要努力学东西 为师父效力 师父在发现徒弟的翅膀硬了 就应该赶紧送他飞上高枝 两个人不能互相控制 互相依赖 只有这样清淡如水的关系 才可能保持长久的交情 我给你在这总结一个简要的口诀 叫别怕累 让他飞 淡如水 永相随 只有最靠谱的上下级 才可能成为好师徒 所以在递结这个师徒关系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挑选 怎么挑 我分别从徒弟和师父 这两个身份来给你讲 首先作为下属 你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 除非在这个公司里 你有什么其他特别亲密的关系 比如说你有什么 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啊 或者父亲的这种老朋友之类的 他可以按按教你 做你的师父之外 你的师父只应该是你的领导 就是你的直接上级 所以你的选择就是 是做领导的徒弟呢 还是跟领导建立 普通的上下级关系呢 首先你要做的是 积极的跟他成为 相对友好的上下级关系 然后再表达自己 学东西和进步的意愿 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分两步 第一步 要有一定的实力 我刚才说了 职场师徒是一个利益联盟 非心非故的 领导不会收一个 难以自保的徒弟 然后是第二步 开始适当的向对方主动请教 主动提及自己在工作当中的迷茫 恳请对方指点一二 比如说 您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是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了呢 您是怎么样处理家庭压力 和工作的矛盾呢 在大多数的时候 领导会主动跟一群下属 提到自己的人生经验 有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很多遍 这个时候你要坚持听着 你也不要想着 这样的一次对话 领导就会开始训练你 成为你的师父 对方忽视或者回绝都是很正常的 坚持不要脸一把 下次还是提及类似的话题 引导领导来对你做自我暴露 这不是给路人发传单啊 领导只要看你诚心请教 他一定会教的 选师傅这件事 领导的实力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领导再弱 他也比你强 关键是要人品 对那种勒索下属 贪慕受贿的领导一定要远离 还有一些脾气周末不定 随时可能发作爆炸的领导 你也不要做他的徒弟 以下几条做徒弟的美德 师傅一般都会喜欢 第一个是积极 要尽力表现自己的实力 如果自己还比较弱小 那就表现出自己的潜力和忠诚 第二点是有特长 大多数的下属比领导年轻 这信息获取的方面 可能有自己的优势 多关注一些行业的前年信息 流行的东西 好用的工具 分享给你的领导 促进他的提高 成为他的双眼和双耳 有的人英语好 互联网的检索能力强 都可能会被领导带出去 参加各种会议 当然你要舍得 把自己的时间拿出来 给领导做事 千万不要觉得 我下班了 我就可以放飞自我了 领导的一切需求 上班再见 第三点是有人脉 这是一个加分项目 如果你家里有什么关系 能够帮上领导的事业生活 确实也能让领导 对你更好一点 如果你是一个团队的领导 作为一个师傅的角色 选择下属来做 那个特别的徒弟的时候 你需要注意三点 第一点是不烂收 因为你是领导 你不是小学老师 你教别人的成本是很高的 不要考虑去给放油班一个春天 你不能什么样插进的人都收 插进的人会连累你和你过往的弟子们 第二点叫 择忧欲肥 选几个最优秀的候选人 表达出自己的善意 等他们表现 从当中挑选出忠诚 好学 能力强的下属做徒弟 把一些才能平庸 刚刚过及格线的 这些人就让他去做板凳队员 对那种品行不好 爱冒险 情绪不稳定的下属 要尽快跟他们切割 不仅不要做徒弟 最好连下属都不要做 要把它清理掉 要注意的第三点是 保持成长 刚才我也说了 如果你hold不住你的徒弟 就放他走 这是可以倒逼自己进步的 千万不要觉得我年纪大了 无所谓了 做一个领导 自己心态上老化 停止了成长 就会成为下属的负担和阻碍 自然你也留不住 优秀的下属 无论你是徒弟 还是师父 有一点你需要反复提醒自己 那就是师徒关系 是一个名利联盟 它可能会富有温情 也会比普通的上下级关系 有更多的容错率和宽容度 但是确认了师徒关系 不是说你从此就进入了 领导保护的保险箱 要珍惜 维护 防备师徒关系的破裂 好 给你总结一下 师徒关系是最好的 上下级关系 但是职场师徒 只应该有交流和学习 不应该有控制和奴役 因为双方的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职场上的安全 进步和收益的最大化 最后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职场上有师徒关系 会有师兄弟关系吗 这种关系应该如何相处呢 欢迎你到留言区 写下答案来跟我交流 下一讲我会给你讲 上下级关系的敏感部分 如何正确处理授权和阅权 我们下一讲见 下级关系的第一套